很想要逃離那個家 然後也非常的無助 甚至有想要自殺的念頭 我爸媽他們結婚沒多久 就已經有很劇烈的爭吵 那過去其實也會有一些 家庭暴力的狀況 我媽她的做法是一直不斷的去溝通跟迎刃 過去小時候我的感受就是 對於我家非常非常沒有安全感 很想要逃離那個家 然後也不理解為什麼我媽她不離開我爸 因為我爸是一個不擅長處理情緒的人 所以她的做法就是喝酒跟逃避 那她喝完酒之後她的情緒就很容易失控 那時候只要喝完酒回家就會開始對我媽大小聲 那如果我媽有出現反抗的行為 可能就會有暴力這樣 那在這一整個過程中 我大部分時間都是目睹的角色 回去想我可能那時候也有一些 憂鬱的情況 非常的無助 甚至有想要自殺的念頭 我自己後來事後迴向 我覺得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 我們沒辦法理解為什麼大人會這樣 我們無法理解他們為什麼要這麼憎恨彼此 然後他們很多時候在爭吵關於錢的問題 或關於住哪裡的問題 這些問題都跟我有關係 理解我當然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因為養我需要花錢 然後他們都為錢吵架 所以我恨我自己 就是我覺得我活 光是我活著這件事情 就足夠讓他們吵架了 在一個不知道他們怎麼會這樣的情況下 可是我們的情緒需要有一個出口 最好的就是吞進去 最好的就是去討厭自己 因為你很需要有一個對象去恨你 你知道嗎 我覺得創傷最大的來源是來自於 那時候我非常的無助 那種很強烈的無助感 是最大的創傷來源 我以前其實在我的聯絡簿上面 偶爾我有不經意的去透露出一些 家裡最近有一些問題 有一些狀況 然後老師也會把我照去問 但是那樣的對話環境 讓我感到不自在 讓我感到不安全 我就不會把事情告訴老師 我覺得我有點在阻礙我自己被拯救的感覺 身邊有很多人會想要對我伸出援手 因為阿姨或外公外婆也都會知道 其實我很需要他們幫我 但是我有時候會說沒關係 就不用 真的是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不值得被幫忙這樣 有辦法去察覺到 有一個人他的拒絕 背後其實是一種求救的人可能不多 如果當時候我家出現這樣的家庭暴力 但是我有一個出口的話 有人接住我的話 我相信那個無助感 那一種創傷不會這麼嚴重 我們可以想像父母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自己本身都是在一個壓力很大的狀態 所以往往他們也很容易忽略 尤其是身旁的孩子也可能有一些安全感上面的威脅 那對孩子來說 其實沒有人或是沒有大人能夠協助他們 能夠了解他們 就會覺得非常的孤單 無助 那甚至有些孩子嚴重就會有一些憂鬱 或者是自殺的一個念頭 對兒蒙來說 我們成立同心協力合作家 就是希望能夠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頭 提供一些孩子們需要的一個服務 來協助支撐住這些孩子 那所以我們會透過辦理兒童團體輔導 來讓這些孩子可以在團體裡頭 彼此的分享經驗 一方面他們會知道 其實不是只有自己面臨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不會那麼孤單 那二方面是對孩子們來說 他們也需要透過這樣的一些經驗 分享整理去知道 原來我會有這些心情也是很正常的 那當我有一些心情的時候 我可以做些什麼來幫忙自己 去學習一些處理自己情緒的一個方法 或表達情緒的方式 有外我們也會透過就是安排心理諮商 心理治療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協助孩子 因為確實有些孩子他可能需要的是 個別的一個諮商輔導的一個協助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在這個過程中 幫忙父母接助孩子的需求 對小時候的我來說 離婚就像是我的這些快樂要被奪走了的感覺 那我還剩下什麼